我去 孩子他爹 才今年啊 都快十岁了 我想让他啊 跟他舅去学牙医 学啥 学牙医 天天对这个臭嘴有啥意思 要我学啊 就学祖上的捏骨 你没看 那哭爹喊娘子来了 先生一伸手 就好了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学什么 也没学捏骨好 那你的祖超咱们选中你呢 选中你啊 现在也不用我操这个信了 选中我 准比那郭义山强 你瞧他那熊样 叫人家欺负他 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还说高抬贵手高抬贵手 谁稀罕他的贵手啊 你说这回吧 刘先堂都死到眼前了 硬叫他给放了 当年啊 关云长华荣道一是曹操 那是曹操对他有恩 你郭义山放走了刘先堂 这算内门的情谊啊 这郭义山哪 早晚要吃刘先堂的大亏 这兔子要是恨上了老虎 不说这个 不说这个了 你说 到底要才学啥 牙医 跟他舅又不是外人 两年前 我就跟他舅打过招呼 那郭义山那儿你能说通 那你就去试试 就说咱孩子想学捏骨 你看人家教不教 要不你去试试 行 先学牙医 再学捏骨 这样咱家才 就多了一门手艺 等咱才学完了牙医 也就是十八九岁吧 咱们家才比他们家宝 大九岁 到时候我再去找郭义山 那时候他们家宝啊 也就是十来岁 再说了 祖师爷那会儿 也是向他书学的 他书家不是没儿子吗 你别说啊 这后来一交啊 又有了 这就是为什么传了两知 对啊 这就是个理由吧 有祖上的规矩 他要是敢不交咱 咱就去嚷嚷他 说他不遵祖规 他要是想交呢 他就按祖规 他要是不想交 那理由多了去了 你比如说 那时候老祖爷 没有儿子 可是他们家有宝啊 你别叫大公给我 弟弟睡觉 来把大公给付 来 夫人 过来 到哪儿玩去了 从明天开始 你就不上学了啊 为啥 你呢 也读过几年书 认识很多字 让你兄弟去学就行了 你明天 就到你舅舅那儿学牙医 我不去 天天对着个臭嘴 没啥意思 你这听谁说的 臭嘴 没有这臭嘴啊 你早饿死了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当个先生寿人静 你狗屁不通还逞能 我告诉你啊 明天不上学了 明天去学牙医 娘 那是跟着你舅 又不是二家旁人 让你想服你还不知道 你要是跟着外人啊 每天铺床扫地 你爹尿罐 看不天天作劣 好坏 不是 我想学捏骨 先学牙医 对 先学牙医 再学捏骨 大人说话 瞎吵吵啥 爹 赵大师不是 财啊 爹跟你说啊 你不是学过三字经吗 上面咋说的 子不教 父之过 教之道 贵以专 爹呢 不但要教你 还要跪以专 咱呢 就跪这个崖 乖 上床睡吧 来 上来睡觉啊 好好好 真是不错 老总 你看哪儿还没做好 哪儿都好 就是你这脸啊 是不是该清理清理了 好好好 财 到那儿别贪玩 要听话 去你舅舅家 要学着有点眼色啊 你就不会为难你的 你镜子要是吵你啊 你就这耳朵进 那耳朵出 行了 行了 说了多少遍了 我的耳朵都起茧子了 小孩子没记性 多说几遍 孩子 你记住了吧 去了那儿听话 你听见了没有 娘说的话你要记住 你镜子要是吵你的时候啊 你就 就这耳朵进 这耳朵出 行了 行了 回去吧 那是去他舅家 又不是去旁人二家 想家了可以回来嘛 回去吧 回去吧 哥 你把弹弓给我吧 你当了主弟就不玩弹弓了 哥 你别哭 等我拿了弹弓 打了麻雀 给你送肉吃好不好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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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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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乡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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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谢谢大家 不管敌人如何破坏 我们都不会被打倒的 感谢何参谋 还有各位士兵弟兄们的帮助 我们一元堂又焕然一新了 从今天起 就可以为各位乡亲看病了 何参谋 切得翻根泡吧 好 泡 点火 好 爹 爹 放别炮了 放别炮了 媳妇把花拉过来 媳妇把花拉过来 谢谢何参谋 彰强 彰强 热闹吧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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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今天都来捧场 谢谢对我们国家的信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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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明 我们先进去吧 好好好 走吧 过 出事了吗 都这是咋来了 是 看这样 好事儿出事了 你看看 咋了这是转头啊 顾 我爷死了 谁啊 他走得是不是还好好的呢 死了 我就要看半边炮 好了 好了 好孩子听话 花儿走 跟娘捡药去 好 画儿 你想看放边炮 想听讲是不是 嗯 他国家有 咱家也有 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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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破 国家破 破了国家 我刘家勒 那爹 你这是干啥呀 你说你就不能干的正事啊 那你就不怕把花儿吓坏了 花儿 过来 爹 好孩子 你要是个小子该多好啊 你还有脸说呢 要不是你把俺肚子里的孩子弄掉 俺现在也有儿子了 行了 行了 别啰嗦了 还不知道是个啥呢 老天爷 我刘先堂别无所求 你非得让我断子绝孙吗 老天爷 你就开开眼吧 来看看吧 纯银的首饰 大嫂 您快来看看吧 我这是纯银的首饰 南方的工匠打出来的 您看看 这活儿多细呀 怎么样 行 行 来 给我包上吧 我不是接他回家了吗 本来好好的 可他一见见我爹 看家里对他生日没什么准备 一下就火了 冲着我爹就骂 您知道 我爷经常不回家 谁知道他过生日不过生日啊 我爹爷他骂 下来就不敢进门了 要说这也是我爹的错 他是你爹爷 他骂你就骂你了 你就听着呗 可是我爹怕我爷怕习惯了 他一听我爷骂就直哆嗦 他一看我爹不回来 就开始骂我娘 有多难听骂多难听呢 我娘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平白无故地挨了一场骂 他肯定伤心呐 爷走了 我爷一看没人骂了 就开始骂我 骂我就听着呗 谁让我是他孙子呢 可是我有事啊 我不能总在那儿听他骂呀 那西边郎头书一听见他骂人 就过来劝 他接缝邻居的 他把人家也给骂了 邻居们也都不理他了 我爷一看没地儿撒气了 院里有两条狗 他拿起铁锹就打 狗也被打跑了 也不敢回家了 老板 太太 您好 您想要点啥布啊 把那个布给我拿来看看 好好好 这布是给谁买的呀 是您还是孩子啊 给孩子买的 给孩子买的 这有点太破费了 这是东阳产的花布 卖得很好的 那 多少钱一尺啊 你早不说了呢 我爷他 整整骂了两天两夜 本来是他生日 结果成了他骂人表演日了 谁都不敢惹他 谁理得他骂谁 到了第三天早上 他就不骂了 我一听没事了 过去看看吧 过去一看 一看 院里没人 这 这屋里一看 屋里也没人 我一想 是不是出去了 他不是经常不在家吗 我就喊 爷 爷 你饿不饿 你渴不渴 我给你送点吃的 根本没人理我 我哪儿也没用 我心里一下就毛了 我无意间到茅房里一看 爷 他已经掉在那棵歪拨树上了 俺还没听见 那就来死えて 真的 那我没听见 你那我还没听见 我能不上班 你把我车都在你 我能不上班 你能不上班 你能在哪里 你能在哪里 他说我爷 还是疼孩子的 他要是把自己 往堂屋里移掉 以后谁还敢进门啊 说我爷 是怕脏了家里的地 吓着孩子 所以才选择 去茅房上得掉 姑 姑 姑您别这样 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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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这样 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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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姑 姑 你别这样 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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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这样行吗 姑 姑姑 咋会呢 他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呀 上吊了 是老头子 一生荒唐啊 花娘一直都在哭 花娘 不会吧 这爷俩也不知道 上辈子谁欠谁的 我想准备个雇 让他给老爷子送送朱 一辈子犯天文神不对联 他会吗 花娘情绪咋样 他心脏不好 可要注意呀 我去准备了 嗯 姑 刚做的 吃点东西吧 别哭坏了身子 吃点吧 花娘 花娘 还没吃饭呢 她不吃 来 您吃点吧 赫鸣啊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乖呀 活着的时候啊 只要一提起她 我就乌云照顶 昏天黑地 烦得要死了 可是她现在一死了吧 你知道我这心里边 我 妈妈 难受 虽然她这辈子没干过几件好事 可是想想她这辈子 她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人仙可不带劲的 谁见着都不正眼瞅的 你说他这辈子 到这世上干吗来了呀 就为了结点儿冤 造点儿罪 花娘 不管咋说 老人家走了 人走如灯灭 啥都不说了 没怨没恨了 我跟先生商量了一下 三叶请一般响气 给老人家吹吹 活着的时候不快乐 这人走了也让他乐呵乐呵 你看行吧 不行 他这辈子给过去添了多少麻烦呢 好几十年 这折腾的 光官司就打了两场 就说给他看病吧 一连住了三个月 分为没拿片里没送 到最后连个限子都没有 他给国家 欠的情太多 不行 华娘 这人都没了 说那么多干啥 就这一回 转头啊 姑 回去跟你爹说 笑我穿着 出病我就不去了 是啊 转头 跟你爹说 你姑的身体不好 回去再一哭啊 咱谁都受不了的 转头啊 你跟我去拿点钱 就算是我给你爷上了一份贡 花娘 您先把这饭吃了 走吧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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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情 司令 臣 patient aning jungle 行 行 行 し 去面 你这边请 来来来 这边 好 合餐吗 这鱼是新鲜的吧 新鲜的 小王 这螃蟹要清蒸 咱们司令是南方人 就喜欢吃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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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啊 我说就不举行什么仪式了 孩子给干爹干娘一磕头 就算这些了 可太太不一呀 非说不举行仪式不庄业 怎么样 开始不开始 开始开始 您坐 您坐 来 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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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事已到 机礼开始 明枪 明枪 赵岳 乡村野卫 不按规矩 请就位大逢之家海涵 海涵哪 好 来 媳妇 快去 把大门给我关了 他爹 这又怎么了 我听不惯这喇叭声 听了我就想吐 你不想听 就不要听嘛 人家又没让你听 可这喇叭声 往我耳朵里钻呢 我 我能不听吗 什么世道 你去呀 你快去呀 花儿 走 有请郭先生郭太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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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请请 这边请 好 有请牙签先鸡 拜干爹干娘 来来来来 一寇筒 二寇筒 三寇筒 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 来来来 好 雅签千金 成寿礼 快快快快 来来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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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郭先生 郭太太 给女儿披挂保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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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来 诸雅签健健康康 偿命富贵 谢谢干爹 好 好 好好好 谢谢干娘 好 天地同见 神人共庆 祝郭先生郭太太 身体康健 一道通天哪 祝程司令 程太太 是所向拼命 事业大进啊 刘先生 装画服药 好嘞好嘞 好嘞 拉肚啊 对 来来来 我这儿有现成呢 谢谢 给 好好好 他三叔啊 国家被炸的事你知道吗 咋不知道 可人家又修好了 听说呀 程司令还要把他的闺女 认到郭一山跟前呢 你没看 一溜来了几辆小那个憋憋盖 我告诉你 全是城里的药人 喇叭也吹了好半天 牛气得很 俗话说啊 名医通正 你们当先生呢 真是个好职业呀 也有不好的时候吧 他郭一山 想当初叫土匪抓走了 差点连小命都丢了 让人家打得直喊爷呀 我敢说 那个时候 谁要睡他的小媳妇 他都不敢嘶嘶牙 说半个步子 你说是吧 这个赏武 他不能老赏武啊 这日头一牛脸 可就变成后赏了 他国家 就没有后赏的石头 你信不信 信不信你 那是 那是 日 日头 对对对 日头 那我先走了啊 先走了 慢走啊 三叔 有事再来啊 好好好 一九三七年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中国进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 地处中原腹地的平乐小镇 也汇入了时代的洪流 好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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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儿 娘在这儿呢 娘 我们放假了 我还以为是怎么了呢 放假了好 放假了好好歇歇啊 好啥好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 我们的老师都上前线了 是那个戴眼镜的秦老师啊 嗯 他还是个文弱的孩子呢 秦老师说啊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青山处处埋中谷 和毕马阁裹尸环 大丈夫啊 叫战死沙潮 乖 听话 娘 我也要上前线 不准胡说 乖 听话去玩去吧 嗯 走吧 走 热乎 刚出锅的包子 带个包子吧 热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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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妹妹玩 奶奶 奶奶 心心好 给点吃的吧 给点吃的吧 奶奶 快 起来起来 起来 那个柱子 赶紧的 那个到造房拿点馒头来 好好好 丫头啊 你这是打哪儿来呀 俺家是黄河北的 日本鬼子 把俺家房子给烧了 我家就快到了 你家并不远吗 停松 这就是我家了 你看 我们都进去吧 不了 瞧瞧 你抓紧时间回去拿钱 我们在外边随便走走 那你们在外边等着我 好 停松 你们不要走远了 我一会儿就出来 我们走走吧 好 是吗 来 赶紧吃吧 饿了吧 谢谢奶奶 谢谢奶奶 快点吃吧 别泄了 谢谢奶奶 快点 赶紧吃 吃 赶紧吃 甜的 吃吧 谢谢 快吃去吧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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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想我没 可不是想你吗 你爹啊 都快想死你了 这两天正想找人去找你呢 没事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放假了 行 来 妹妹 来来 姐姐抱抱 快来快来 找这么大了 亲姐姐一下 亲姐人一下 快点 奶奶 奶奶 我爹呢 在屋里呢 我找他去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不去 行 来 奶奶教你问问吧 全国抗日情绪高涨 我们的手外任务 是组织若干个宣传小分队 吩咐抗日前线 我们的任务很艰巨 也很危险 我们大家随时可能参加战斗 我们要有为国兴趣的准备 同学们的思想工作我来做 娘 娘 父亲回来了 娘 宝儿 我姐回来了 你慢点跑 爹 爹 娘 我姐回来了 爹 娘 我回来了 宝儿 都长这么高了 快 玩去 乔乔 娘 爹 你爹还说上城里找你去呢 先生 咱的事情刚刚做完 不再做了啊 今天闺女回来了 咱们得改善改善生活 对 给乔乔做点好吃的 哈哈 这个七七事变 也是反击侵略的开始 听说宋哲原部打得不错 日本人狼子野心哪 爹 我今天回来呀 就是要跟您商量这事的 商量啥 商量事变 对呀 七七事变以后 中国人民进入了全面抗战 我们学生也组织起来了 准备到前线演出 慰问抗日将士去 你们学生娃娃 上前线能做啥呀 娘 您整天在家里不知道 我们学生天天上街游行 我们呼口号 发传单 宣传抗日 这也是对前线将士 很大的支援呢 所以我们学生会 才决定轻赴抗日前线 我们要慰问演出去了 乔乔 抗日是对的 但是 你不能上前线 为啥 这 这抗日打仗是男人 是军人的事 你是一个女孩子 你还是个没长大的女孩子 你才十五岁知道吗 哪有女孩子家上前线的呀 爹 这 这是我们学生会决定的 我是一定要去的 不行 我不同意 爹 国家新王 匹夫有责 我是个中学生 是个懂道理 明大义的中学生 国难当头 义不容辞 反正 反正我一定要去 不行 乔乔 别的事情都可以依你 唯独这事没有商量 娘 行 本来我是想回来 向家里要点钱 没想到 你们俩是这个态度 好 钱我不要了 反正我一定要去 乔乔 乔 站住 你 你是个女孩子知道不知道 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输百年了 学百尚了你 女孩子怎么了 古代有花木兰可以代赴从军 我今天 也就是去做些慰问宣传都不行 爹 国有大难 家何以堪 我们国家应该有人在前线为国效力 可我们有吗 我们总不能让人家在前线打鬼子 我们躲在后面吧 我现在也就是要去做一点点慰问宣传 你们就一拦再拦 都像你们 中共能不灭亡 中共人能不当汪宫奴吗 瞧瞧 你怎么能这么跟你爹说话呢 自从日本鬼子打了卢沟桥 你爹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你读书 你爹也是读书人 你爱国 你以为你爹就不爱国吗 只有爹 只有爹把女儿暖在心里头 一会儿都放不下 你爹天天都在念叨你 瞧瞧又有多少日子没回来了 你倒好 你今天刚回来 你连停都不能在家停一会儿 你就不能好好跟你爹说说心里话吗 娘 我们停了 日本人他不停 您知道吗 我们马上就要上去 我们要把我们的歌声和口号 变成匕首和刺刀 让日本鬼子 听了就发抖 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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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头 快 快把门锁起来 现在就去锁 快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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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你 你怎么又不听你爹的话 瞧瞧 别碰我 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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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门打开 瞧瞧 我打开你 娘 别拉我 瞧瞧 娘 爹 你放我出去 爹 爹 你把门打开 娘 瞧瞧就还好好的吗 怎么现在就弃成这样了呀 爹不让我出去 奶奶 我要出去 到哪儿屋去 你奶奶 再回去吧 别拦着我 你怎么回屋去 别拦着我 听话 瞧瞧 没我的话 谁也不准开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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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到了 好 小型 挺松 瞧瞧 瞧瞧怎么排不出来 挺松 瞧瞧 会不会让他爹关禁闭了 怎么办啊 现在不能久等 一定要抓紧时间 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啊 要不我去看看 哎 等等 别着急 要不你们先走 我去喊他 完了我俩去找你们 不不不 别着急 让我想想啊 你 我也办法了 娘 娘 娘 你和爹为啥不让我姐去打鬼子 瞎说啥 玩去 转头 你一定要把这门开好了啊 您放心吧 别出事啊 我知道 声音真好听 姐 姐 姐 为啥哭了呢 给姐 吃了糖就不哭了 来 你吃 宝 你知道七七事变吗 谁不知道啊 我们秦老师 就是那个戴眼镜的秦老师 他前几天就去打日本鬼子去了 去的地方就是七七事变 宝 七七事变不是个地方 七七事变是个事件 我知道 有事件就得有地方 要不 它在哪发生啊 姐 我跟你说个事 你可要替我保密啊 好 我准备去追秦老师 也要去打日本鬼子 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今天晚上吧 等咱爹 咱娘睡着了以后 你看行不行 你可千万别对娘说 你知道秦老师在哪个地方啊 鼻子底下就是嘴 我可以问吗 这有啥难 你怎么问 你见人就问 你见着秦老师没有 对啊 宝儿 姓秦的人很多 谁知道哪个是秦老师啊 对吧 再说了 他现在已经不是秦老师了 他是一个战士 你怎么问啊 见人就问 你见着一个姓秦的战士没有 宝儿 来 过来过来 宝儿 你现在还小 上不了前线 打不了日本鬼子 那里危险啊 那你怎么能 上前线 你去就没有危险啊 姐姐是去做鼓动宣传 当然 也有危险 那我有危险不能去 你有危险咋就能去啊 你还小 不许跟姐争论啊 宝儿 你不去抗日前线 也有抗日工作做呀 哪儿有抗日的工作让我做呀 姐姐有一封密信 需要你帮姐姐送出去 送一封信 啊 这就是抗日的工作呀 对啊 送给谁 你说吧 宝儿 你听见 刚才外面吹口琴的声音没有啊 听见了 你把这封密信 去送给外面吹口琴的那位大哥哥 宝儿 你说 你能不能完成任务啊 能 太好了 我们家也有男子汉了 跟我训吧 你等会儿 把这拿去倒了 哎 给 嗯 宝儿 你一定要帮姐姐把这封密信送到 是 过来 你还要问一句 你是不是姓白 哦 知道了 就送给姓白的 会吹口琴的人 真乖 快去吧 啊 嗯 把心藏好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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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